预理警分局利用长迅时间举办了防御驾驶安全讲习 加强宣导防御驾驶观念 熟悉交通法令还有相关的路权规定 以维护远景的交通安全 对于外勤远景每天执行各项警务 在路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防御观念 确保自己跟他人的形成安全 防御驾驶的重要性 轻者擦撞赔钱 重者造成自己或他人残缺身亡 任谁都不想遇到 可见防御驾驶多么至关重要 预理分局利用长迅时间办理防御驾驶安全讲习 加强宣导防御驾驶观念 熟悉交通法令以及相关路权规定 以维护远景的交通安全 不要买太多杂物 我们警备车很多装备 要强烈建议放在我们的桌下 自己用一些箱子去把它整备固定好 那假如说你真的有些东西放在中间的 那它还是大型而不是零碎小型的 那千万更不要把控权水 控权水或者是保护民水 直接放在我们工作 让它呈现一个很容易大的状态状态 防御驾驶是强调以人的认知为主轴 提醒用路人除了注意周遭状况 更应该从目视以及耳听的视觉 进一步预测接下来可能发生情境 进而预先采取必要措施 掌握安全驾驶的要素 等于掌握了安全驾驶的精神 也呼吁所有用路人确实遵守交通规则 切勿走后驾车 不闯红灯 不违规停车 也不超速 期盼大家一起身体力行 达成驾车傍慢行 交通灵事故的目标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